聽眾朋友好 您現在收聽的是中國經濟熱點 首先請聽內容提要 脫鉤影響有多大? 蓬勃 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將滑落到1.6% A股三大指數收跌 消費股崩盤 專家炒高股價風險大 涉嫌財務造假 跟誰學遭美國監管機構調查 專家 中國龐大基建投資 收回成本是問題 下面請聽詳細內容 脫鉤影響有多大? 蓬勃 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將滑落到1.6% 美國與中國如果完全脫鉤 中國經濟的長期成長前景將受到嚴重損害 蓬勃經濟學家預計 如果美國加上美國其他盟友完全與中國脫鉤 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將只有1.6% 潛在經濟增長率 是指各種資源得到最優和充分配置條件下 所能達到的最大經濟增長率 臺灣自由財經9月3日引述彭波經濟研究的經濟學家 歐勒英·范洛伊週四發布的報告稱 若中國與美國脫鉤 中國到2030年的潛在經濟成長率 恐將降至3.5%左右 數字將低於此前預測的4.5% 當時是假設兩國關係將大致保持不便 報告指出 若將脫鉤定義成結束貿易及技術上的往來 對中國造成的影響將大於美國 美國潛在的經濟成長率到2030年將會是1.4% 與此前預測的1.6%相去不遠 報告認為 在這種情況下 由於技術轉讓中斷 中國的產能成長將放緩 資本支出也將減弱 但這還不是最可怕的結果 因為中國在過去20年間大幅縮小了與美國間的技術差距 不過 如果美國能與日本 南韓 德國 法國等關鍵盟友達成共識 聯手與中國脫鉤 中國將面臨更大災難性的後果 在這種情況下 到2030年 中國的潛在經濟成長率恐降至1.6% 屆時北京將難以透過政策來抵消損失 潛在經濟增長率是指一國或地區 經濟所能生產的最大產品和勞務總量的增長率 或者說一國或地區在各種資源得到最優和充分配置條件下 所能達到的最大經濟增長率 這裡所提及的資源包括自然資源 也包括人力資源 技術和管理 還包括制度安排和經濟政策 潛在經濟增長率有兩種含義 一種是指正常的潛在經濟增長率 即在各種資源正常的充分利用時 所能實現的經濟增長率 另一種是最大潛在經濟增長率 即在各種資源取最大限度的充分利用時 所能實現的增長率 對潛在增長率的確定 需要充分考慮資源的約束條件及利用效率 從中國目前的增長模式看 勞動力和資本對潛在增長率的約束相對偏小 而技術進步與能源因素對潛在增長率的約束相對大些 A股三大指數收跌 消費股崩盤 專家炒高股價風險大 A股三大指數週四全線收跌 戶指失手3400點 值得關注的是機構抱團的消費股出現崩盤 千和畏業 中距高新 海天畏業等個股紛紛跳水 中國知名財經評論人士水皮點評說 最近一直被抱團的消費股陸續崩盤 此前疫苗股崩盤 更早一點是科創版的科技股崩盤 三大熱門板塊依次崩了一遍 這說明炒高股價的風險還是比較大的 中國三大股指全部收跌 週四 滬申兩市早盤衝高回落 午後持續走低 資金抱團的食品飲料 休閒服務 醫藥生物等板塊從領長到跳水 對市場人氣打擊較大 農業 科技板塊領跌 熱點換散 投資者情緒驟然降溫 截至收盤 呼蹤指跌0.58% 收報3384點 深層指跌0.83% 收報13772點 創業板指跌0.9% 收報2746點 科創50指數跌1.46% 收報1402.14點 戶士成交4507.07億元 深層成交5914.94億元 兩市合計成交10422.01億元 較前一交易日的9690.32億元 有所放量 消費股崩盤 海天跳水 專家 炒高股價風險較大 中國基金報9月3日報導 令投資者意想不到的是 機構抱團的消費股崩盤 千和畏業 中距高薪 海天畏業等個股紛紛跳水 週四早盤 醬油 白酒等消費股依然吸引資金關注 海天畏業股價一度突破200元 最高達到203元 對應市值達到6578.1億元 股價首次突破200元 市值首次突破6500億元 市盈率超100倍 午後 部分消費股賣盤資金明顯增加 前期持續創新高的消費股急劇下挫 醬油龍頭海天畏業下挫跌逾8% 截至收盤 最新市值5994.8億元 較盤中最高值蒸發逾500億元 此外 中距高薪除邦醬油一度逼近跌停 千和畏業跌逾8% 陸媒報導稱 今年以來資金對食品飲料等消費板塊追逐的主要原因 在於在目前不確定環境下 消費板塊業績增長確定性最強 目前 A股中報業績基本披露完畢 消費板塊業績改善也比較明顯 不過 隨著消費股不斷攀升 目前市場再次開始擔憂消費股泡沫問題 銀河證券此前即罕見暢空消費股 8月29日 銀河證券發布延報稱 近期食品飲料持續走強 白酒調味品等行業適應率不斷創今年新高 然而 創記錄估值意味著未來投資回報率下降 中國知名財經人士水皮點評說 最近一直被抱團的消費股陸續崩盤 此前疫苗股崩盤 更早一點是科創板所謂的科技股崩盤 三大熱門板塊依次崩了一遍 這本身說明 潮高股價最後風險還是比較大的 涉嫌財務造假 跟學學遭美國監管機構調查 在美國上市的中國教育企業跟學學面臨美國證券監管機構的調查 此前 有多家做空機構指控該公司續報銷售額 週三早間 跟學學在第二季度財報中披露 在2020年2月至同年7月左右 做空機構發布有關跟學學的一些報告之後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執行部要求其提供 2017年1月1日以來的財務及運營數據 受到消息影響 其股價週三下跌12% 跟學學總部位於北京去年夏天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 此前 有做空者指控該公司誇大銷售額 追蹤買賣活動的Breakout Point的數據顯示 五家做空公司在2月至7月期間發布了多份關於跟學學的報告 這些公司指責跟學學誇大其銷售和運營數據 並稱該公司的許多用戶都是虛假的 在5月的一份報告中 渾水研究卡森·布洛克表示 跟學學高達80%的用戶是假的 他表示 我們得出結論認為 他幾乎完全是一個欺詐騙局 因此 他已做空該公司的股票 執掌相源研究的安德魯·萊夫特 也對跟學學提出類似的指控 萊夫特表示 如果審計工作好好進行 他將一路跌至零 退市 他認為 跟學學在競爭激烈的在線教育行業經營 這個事實意味著更容易發現該公司數字中的異常值 他說 這是做空命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此外 一些自稱是跟學學投資者的人士 曾向SE系和多家媒體的記者發送電子郵件 列出了所有做空機構的報告 呼籲對該公司展開調查 跟學學週三表示 針對做空者的指控 其已聘請第三方專業顧問進行內部獨立審查 並稱這些顧問在SE系展開調查之前就被聘用 在美上市的中國企業 財務造假醜聞不斷傳出 此前 瑞幸咖啡在披露去年偽造22億元人民幣 和3.22億美元銷售額 相關費用 和支出也相應虛增後 被納斯達克證交所摘牌 華爾街日報9月3日報導 近幾個月 在美上市中資公司的財務 受到了更嚴密的審視 在跟學學披露受到SE系調查的消息之前 中國搜索引擎巨頭百度旗下的視頻流媒體公司愛奇異 也曾披露類似的信息 愛奇異上個月表示 美國監管機構已要求其提供財務記錄和其他文件 該公司已聘請專業顧問進行內部評估 此前 一家做空公司發布了一份報告 據以愛奇異的用戶數量 銷售 支出和2018年的一筆收購交易 跟學學表示 第二財計凈收入超過人民幣16.5億元和2.42億美元 同比增長逾3倍 該公司稱 大部分的收入增長來自於在線課程 並且付費課程註冊人數大幅躍升 跟學學公布截至6月份的3個月 淨率人增長13.4%至人民幣1860萬元 在週三披露被調查的消息前 跟學學的美國存托憑證週二曾飆升11%至94.69美元 使該公司市值達到226億美元 跟學學的股價已從8月創下的記錄高位回落 但今年起今仍上漲300% 專家 中國龐大基建投資收回成本是問題 中共病毒重創中國經濟 一度GDP增速滑落至-6.8% 創1992年有季度統計數據以來的最低點 為刺激經濟 中共再度推出大型基建投入巨額資金 長江商學院經濟學教授黎薇表示 隨著基建投資不斷加碼 投資回報率在不斷下降 能否收回巨額的投資成本是重要問題 為刺激受到中共病毒疫情衝擊的經濟 中共再度以基建投資作為抓手 今年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額度達到3.75萬億元 比去年增加1.6萬億元 其中大量資金湧向基建領域 例如 今年中共的鐵路建設資本金較上年增加了1000億 地方發布的數據顯示 1-7月 上海固定資產投資比去年同期增長9% 比上半年加快2.3個百分點 山西同比增長8.5% 增速較上半年加快0.2個百分點 山東省發展改革委數據顯示 截至7月底 321個省內中大項目完成投資1323億元 其中250個省內中大建設項目開工236個 開工率達94.4% 陸媒見面新聞9月3日報導 長江商學院經濟學教授李偉 週三在一份報告中表示 中共政府主導的經濟刺激計畫 還是將目光聚焦基建 正在拉動經濟的同時 卻忽視了其存在的風險 李偉表示 過去很多年來 每當經濟發展受阻時 政府總會寄託於房地產和基建領域的投資 由於目前房地產政策發生改變 房租不炒成為基本調子 中共政策層面不再扶植房地產 刺激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就是基建 李偉指出 隨著基建不斷加碼 它的投資回報率也在不斷下降 以高鐵為例 人群聚集地區的高鐵已經日益密集 目前新修的很多高鐵往往都是位於經濟不發達地區的 這樣的話 成本高昂的高鐵能否盈利 甚至能否是收回成本都成了一個大問題 中信證券明明團隊此前發布的一份研報指出 從投資回報率來看 中國的整體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邊際拉動不斷下滑 在固定資產投資拉動作用減弱的大環境下 作為其重要分項的基建也難以獨善其身 單位基建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已由2004年的9.3降至2007年的4.69 縮減幅度近50% 中國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2020年上半年業績報告顯示 1至6月全國鐵路固定資產投資完成3259億元 同比增加39億元 與此同時受中共病毒武漢肺炎疫情影響 上半年近虧損達到955億元 見面新聞報導說 即便沒有疫情 中鐵總面臨的運營壓力也比較大 公司紀念年報顯示 2019年 中國國家鐵路集團營業利潤為515.6億元 較2018年下降6.5% 比2017年還略低 2019年 中鐵總各項債務還本付息支出超過4700億元 此外 地方審計部門公開的 《關於2019年度省計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顯示 地方債務存在諸多問題 其中之一就是專項債資金投入的項目回報存疑 例如 山東省審計部門披露 有失憲違規將專用債券資金用於了無收益項目 福建省審計廳抽查發現 該省2019年有8個政府專項債券建設項目 未能實現預期收益 將影響未來還本付息